2020年3月10號之前 金華城跟台北政府正在打官司 他們打官司的過程中 他們都發局上了一個簽給阿伯 跟阿伯講說什麼呢 一 第三種商業區的土定使用強度 容積率不可以超過560% 二 他說得很清楚 本案已經在訴訟 如果給金華城容積率的話 會造成土地金華城的爭議 阿伯簽名表示他知道 所以阿伯這份公文曝光之後 他還能再說他不知道嗎 你千萬不能給金華城 你如果給金華城會發生什麼呢 會有本案土地金華城的爭議 土地是這麼大 所以他的公文是建議什麼呢 本府不同意跟金華城和解 打官司要打到底 對不對 阿伯簽了名 柯文則同意 打到底速審速決嘛 對不對 所以阿伯怎麼可以說 他不知道 這份公文讓阿伯卸了馬腳耶 嚴峰 所以這份公文就是讓我們想要知道說 到底他在簽了這份公文之後 一直到他給了八百四的容積 發生什麼事情吧 我給大家看這個時序 來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2020年3月10號的公文 對 好 我們現在在講的就是這個關鍵的判決嘛 對不對 但是在之前他就簽了這個公文說要 訴審訴決 我跟大家說為什麼會需要有這一個公文 這個是依據我們台北市法務局 他有規定說你只要是有申送的這個案件 標的金額超過一千萬元以上或者是重大爭議的 對 金華城有沒有符合 有吧 一百億還一千萬 對不對 好我們不要小家子氣 對不對 他超過一千萬就要 然後他說各機關都要提出法律意見 而且要召集法務局相關的單位 包含都發局吧 對 包含都跟處吧 對 然後要簽合給誰 大家來看一下 陳報給誰 市長核定 阿伯不知道 所以他今天簽的那個公文 跟我們講說他都不知道 而且剛剛就像正好你講的 這個公文 他這個裡面很明顯的 這個就是都發局簽給柯文哲的嘛 對啊 他就已經很明確的 簽於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啊 是他很明確的去在這個第三點裡面 就告訴他說 金華城案在一百零九年透過誰 易小威 對 當會 好然後有找過彭政生跟黃局長 對 然後就討論過要幹嘛 要爭取這個容積率 柯文哲 你在看公文的時候 你不知道說他是要爭取容積率 他上面就想要換算爭取容積率為 六七八點九一喔 六七八點九一 都發局都不給 壞給八百四十倍 不知道